槟城两家中国菜馆卷入宣扬共产的遗云 由于餐馆内的墙上贴有中国风浓烈的墙纸 而且还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肖像 被人检举涉嫌宣扬共产思想 警方昨天大动作派人上门撕下墙纸 并宣布开档调查将传召业者录取口供 但马华批评警方的过度敏感恐怕会伤害马中关系 几名警员合力将壁画拆除 这段画面在网络疯传引发讨论 这里是位于槟城的中国湖南菜馆 但墙壁上贴着印有毛泽东肖像的壁画 惊动警方上门拆除 宾州刑事罪案调查组主任拉西米证实 这家中国餐馆共有两家分店 位于槟城楼府和福罗池华 虽然早在2016和2019年就开始营业 但争议性的壁画是近期才贴上的 从照片研判 虽然文字内容没有涉及敏感字眼 但壁画除了明显看到毛泽东肖像之外 还有一些类似中国文化革命的宣传图样 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共宣传 照片在网上传开后 餐厅被指宣扬中共思想 因此警方昨天派人上门将壁画撕下 拉西米证实业者是一名40岁男子 但他目前正因为新冠风险居家隔离14天 警方已经开档调查 并向两家分店的员工录取口供 目前援引1966年社团法令第47条文 以及刑事法典第505支B 蓄意导致公众恐慌和破坏安宁条文展开调查 这条文章是一条文章的